主題的傳呼音的內容是向一個朋友 向你介紹一位很愛你的真神 為何我會有這個傳呼音的方法呢 我就解釋一下那個來源 因為我有時去探望一些人 向他傳呼音 探望他的時候 我就想到有時有些人 他們未必很明白基督的真理 所以有時我立刻用手機 下載一些耶穌釘十字架 神愛世人的圖片 我就讓他看 當我試過兩三次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就想到了 不如我做一個PDF 一個檔案 我可以用,你們都可以用 這個方法 比如說你下載在你的手機 隨時探訪人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整個PDF用完 你可以用其中一部分 看情況需要 如果有人有興趣 你可以整個PDF解釋給他聽 或者分開兩三次解釋也可以 這個內容是很豐富的 各方面都有的 可以用來傳呼音用的 希望大家都 首先一會我們分數就會練習 練習用這個方法傳呼音 內容主要是 有位神很愛你的神 你想祂祝福你幫助你呢 拯救你呢 這個二維碼呢 大家是可以在影片這裡 也可以在這裡 就可以下載到的 當你用那個手機 那個二維碼 那個讀二維碼 就可以下載到這個PDF的 內容就是這樣開始的 可以用愛來開始 人都需要愛的 不過真的愛很難得到 因為很多人很想有愛 但是他發覺 他可能家人想得到愛 但是發覺家人有時會吵架 有些不開心 有些傷害 無論是誰的錯 有時是 其實雙方的錯都很大可能 有時有些人 在朋友那裡希望得到愛 但是怎知朋友之間 有時又會誤會 或者有時 譬如以前我也做過很多 呼音工作 學校呼音工作 那些同學就說 我回學的時候 他是很好朋友 怎知一畢業 就好像默露人 好像不認識 沒有了下文 沒有關係 原來有些人 他的關係只是一段時間 也有些人 希望在基督徒中 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有時有本身的問題 有些人 他只是想人安慰他 但是他又沒有付出代價 沒有跟人建立關係 結果在教會裡面 總是想找人關心 當人關心他 而他沒有什麼回應的時候 慢慢他都會 那些人都不能夠持續 單方面去關心他 他又失望了 他說 哇 什麼教會都是這樣的 那些愛心這麼有限的 這樣 無論這個原因是 人的原因 我們的群體可以得到 因為我們盡量建立大家 去關心人 去為人討告 去幫助人 我們習慣了的時候 我們就懂得彼此相愛 亦都自己付出代價 愛人的時候 亦都更加容易跟人有心的關係 更加容易有愛的關係 好了 一方面就是人想得到愛 但是人往往是令人失望的 但是創造天地的神 他是充滿愛的 而我們可以經歷神的愛 很多人他就不知道 他以為神很遠 最多信耶穌上天堂 很多人想耶穌就是這樣的 我信耶穌我可以上天堂 他沒有想到今世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亦都可以在人生各方面得到愛的滋潤 有些人覺得這件事這麼遙遠 信耶穌可以有愛的滋潤 他以為有些人要有愛情 有些人追求愛情 但是聖經說到 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裡面 而我們真的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對很多人來說是陌生的 但是其實我們越親近神 就越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尤其是多思想神的愛 是更加容易經歷到神的愛 那你想不想真的有人愛你 你想不想有神愛你 人的愛有限 不過神的愛很實際 但有些人就不是 他會怎樣說呢 如果神那麼愛我 我會在天上跌些銀子下來 又不見那些銀子跌下來 他認為如果神愛他 就會很自然地 那些錢就會跑來 不用做工 這不是神的方法 聖經也說到我們要做工 如果有人不做工 寶羅說 這個人就不能吃飯 神的愛不代表我們不用做工 而是在我們任何情況 神可以給我們力量 平安、喜樂、動力 可以克服困難 在任何環境 建立我們的生命 也都建立同人的關係 以及經歷到神的愛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越親近神 是越可以經歷神的愛 你想不想經歷到神真實的愛 其實神的愛在我們生活 可以看得到 我們接下來會看得到 神的創造和作為顯明祂的愛 神做我們的身體很奇妙 是顯明神的愛 為甚麼呢 我們身體的構造是很奇妙的 我們能夠做很多東西是很奇妙的 很簡單用一件事 譬如人們會有奶給寶寶飲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為甚麼呢 因為奶是有寶寶需要的 蛋白質、脂肪、碳水化物、維他命、抗物質 以及抗生素 全部都有的 《津花論》是說 人們自己變 即是哺乳動物自己變奶出來 但你變可以是變鼻涕、口水都可以 如果要變一件事 是不能夠全面性幫助孩子的 但是呢 哺乳所出的奶是足夠給孩子長大 包括給鯨魚 鯨是最大的生物 但它可以靠奶 起床時靠奶來生存 我們身體其實很多部份都看得到 神照顧我們 還有人有感情和動物都有感情 為甚麼人會自然有感情 亦都很想和人建立感情 動物都會有感情 很多人都養狗、貓 或者有時有些人餵小鳥 有些人照顧一些受傷的動物 都發覺那些動物會回應 在網上也有不同的人說到 那隻狗和牠分開一段時間 一見 即是回來見到狗 即是狗見到牠回來 那隻狗在屋內很興奮地跳下跳下跳下 然後馬上走到門口等主人進來 這些都是神做人和動物有這種愛 證明神本身是充滿愛的 還有我們在自然界也看到很多愛 神做的食物 各樣都看到神的愛 食物真的很好吃 又對我們健康好 而且吃的時候 你都記得聞一聞 其實很多食物是很香的 芒果聞就聞到香 你吃就能吃到香 菠蘿也一樣 吃就能吃到香 聞就能聞到香 即是你一方面吃的時候 你的鼻聞到香 你裡面都感覺到香的味道 還有蝦有不同的蝦的味道 蟹有蟹的味道 即使飯也有飯的香味 尤其當時 不知道為什麼 是否當時用沙坡餐餐煮飯 聞到飯的味道比現在更香 那些都是神所創造的 這些很好吃的食物 還有人和動物都有愛 我還記得當時 我在神學院的時候 曾經在神學院的迫報板 就說有一個長者 他就想有一對夫婦在他家裡住 就可以照顧他 也可以在那裡免費住 那我就報名 他真的讓我在那裡住 有一個長者在那裡 我們其實有人照顧他 不過我們只在那裡留在那裡 變成他突然間有什麼事 我們可以幫助他 那他有一隻狗 那隻狗很喜歡人的 我去到第一天 我摸一下他 他經常都跟著我 經常都... 我站在那裡很有趣 他的頭就... 把頭放在手下 即是想我摸一下他 好了 那我就... 摸一下他 他又想躺下來摸他 即是他站在那裡 我站在那裡的時候高 那麼他就站在那裡 他就會躺下來 希望我坐下來摸一下他 那我不摸他 他又站起來 總之總是想漏我去摸一下他 但是有一次 主人要去醫院那裡動手術 我還記得那一晚 主人去了動手術 他是哩哩的 即是他習慣了進去主人的房間睡覺 而他翌日早上起床 發覺那些大便 全家屋都是... 因為他失禁了 他主人不在那裡失禁 這個都是... 動物和人都是有感情的 以及我們... 清謝神 因為我們受造奇妙可惟 是非常奇妙 也是非常可敬畏的 我們的身體的奇妙 你看到我們的腦 我們的眼睛、耳朵 其實這個構造 在科學來說 是講到一個不能夠再減少的複雜的構造 什麼意思呢 這個複雜的構造 只要減少一點 它不能夠運作 譬如我們的眼 是一個透明的球體 而裡面是有食物的 它不只是水 它有食物的 供應眼的需要 而前面是有一個鏡頭 可以對焦 現在對焦對得很接近 其實是很奇妙 而我們想想一些白飯魚 大家有沒有吃過白飯魚 白飯魚的魚仔 眼睛是很小的 它看的距離可以很小 如果大家玩放大鏡 有沒有試過玩放大鏡 用太陽對焦 要這麼遠 大約這麼遠才可以對焦 但是白飯魚的眼睛是這麼近的 眼睛的弧度是非常之高 我們有一個紅膜 會保護我們的眼睛 光的時候會收縮 黑的時候會擴大 然後那個鏡頭 為何會收縮 鏡頭 對不起 鏡頭為何會收縮 可以看近看遠 它有很多根 這裡有少許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鏡頭 這裡有少許根 那裡有些根 是拔到行走 好像一個彈床一樣 拔走它 拔走它 平時就看得遠一點 放鬆 就看得近一點 然後 後面就有感光的細胞 以及有感光的化學物 然後有神經線 我們有四條主要的神經線 裡面有很多條神經的 右眼的右邊和左邊 是分開兩條大神經 左眼的右邊和左邊是分開的 去到腦袋是四個地點 四個點 而腦袋能夠將它合併 你的右眼和左眼看的東西 中間沒有條線 你會發覺 是天衣無縫的 而且是看到立體的 這些一切都不能夠 即是你不可以想像 如何進化出來 可以走掉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是很明顯的 其實達爾文也說 當我想到眼的時候 我的腰骨 脊椎骨 好像有一陣寒冷的感覺 透過 有沒有可能 能夠進化出眼睛 他都說到 其實現在很多科學家都說到 是不可能進化的 有一個很出名的 科學家叫James Tuer J-A-M-E-S 他的姓名是T-O-U-R 他是說很多影片 他如何研究 他是一位Biochemist 即是有機化學家 尤其是專注在細胞 他就證明 生物是不可能進化出來的 並且他最近有一個影片 他挑戰任何科學家 尤其有幾位推行 即是可以自然變出生物 他說你任何一個 我有五樣東西給你做 是這個細胞要變成有 即是由無變為有 你做到的過程 其中五個步驟 你做到任何一個步驟 我就會將我所有 反對這個自然創作 自然的 不是創作 是進化的 這個過程 這些影片我會全部放下 即是他反對進化論 我會將這些影片放下 但到今天都沒有人回應 即是說他們根本做不到 我們一看到神創作非常奇妙 而神的愛是很真實的 但有些人就說 神這麼遠 其實神的愛是可以經歷到的 當你愛慕神、讚美神 你會覺得平安、輕省、舒服 這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為大家祈禱 大家都會覺得平安、輕省、喜樂、安慰 這都是神的臨在 讓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神的同在 譬如在這裏 左手邊兩位 就是我去南非的時候 為他祈禱的 他是非常之感動 我在網上也有 你可以看到他的影片 你找 《God's Love》 找《Love》 然後《Pastor Yip》 Y.I.P 或者是愛的恩糕 葉牧師 你見到他 分享的時候 他都會哭 他就說一說就哭 他說到 我經歷到天堂的滋味 經歷到神的愛 右邊這一位 我為他祈禱 他那些重擔憂傷 就釋放出來 整個人輕省、喜樂 神是真的可以感動人 可以來到我們身上 可以經歷到祂的愛 也親近神 我們可以安然躺下睡覺 因為神使我們安然居住 神可以將平安賜給我們 讓我們在神裡面 平安 整個人 輕省、喜樂 有安慰、睡得好 好了 現在第二點 很多人說 人死如登滅 是不是人死如登滅 科學家以為是人死如登滅 但因為這個世代 有一些科技 可以將一個死去的人 可以救回他 很多人曾經死去救回他 回頭 用心壓或電震 去救回他 當他救回一些人時 那些科學家就以為 那些醫生以為 當他救回時候 他們就會說 說 謝飛鷗 我失去知覺 沒有了知覺 但他們不是這樣 他們說 謝飛鷗 我那時候 我看著你的 我靈魂出來了 我看到你做什麼 有很多個案 其中一個個案 我那時候看過的影片 是英國廣播公司 有一個女的歌聲 她腦中間有一個瘤 所以要割開她的瘤 割開她的腦 然後把腦子拿出來,然後跟它動手術 說這個一定會死的 而現在血量那麼多,所以它只能夠做 把血轉到機器那裡 然後開了腦子之後 讓血不要在腦子的聲音走出來 因為你割腦子的血會發出來 要用一些方法,很快地跟它做好手術 接著駁回血,讓它可以救回頭 然後他們就因為知道,研究這件事 到底人死了之後就沒有知覺 於是就把他的眼睛封住,他的耳朵充實 所以他又聽不到,又看不到 然後當他救回他之後,他就爆了 因為英文說,通常鋸開腦子 它真的用一個字是 Saw your head open 鋸開你的腦子 但它說你也不是鋸開我的腦子 你是有一個好像電牙刷,有一個鑽 然後有不同的鑽頭 有一個盒子,裝著有大到小 好像我爸爸做車的那個盒子 有大有小的鑽頭 那你就換不同的鑽頭 和我轉開腦子 他看到這件事 而他是已經麻醉了 然後才進入那個房間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因為那些人特意要研究 封住眼、封住耳 又麻醉了然後才將他帶入那個房間 他就說出醫生是用這個方法 第二件事 他就說,醫生說 你一邊的動脈 因為他要找一條管進去 和他通到心臟 他說,那個醫生說 這邊的動脈太小了 所以這條管進不去 那另一個醫生就說 那你用另一邊的動脈 那他就說了一些說話 然後他的靈魂出了之後 他一路去就看到他死了 信了耶穌的家人 然後跟他們又溝通 然後他又回頭 那這個經歷 非常之明顯 讓我們看到 人死了也不是完了 並且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而是很多人 是千萬個這些個案 在網上可以看到很多 尤其是英文是比較多的 我是一個英文的影片群組 如果你想看這些影片 不同的英文的好的訊息 我是會發出的 大家可以看看 原來是有很多這樣的證據 是讓我們知道 人死不是如登滅 以及真的有天堂地獄的 大家會不會關心 你幾十年住在哪裡呢? 譬如剛剛有個洪水 大家都會知道 如果那個人的家在樓下 而在低窪的地方 肯定這家屋一定會浸 一定浸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不行 床都浸了 音響、電視等 什麼都可以浸 當我們住在世上幾十年的時候 我們都會關心家裡 有沒有漏水 有沒有漏電 有沒有牆掉下來 或者樓上的水流下來 有時候感覺 樓上的水流下來 我們任何一個人 都會關心家裡的情況 如果你關心這幾十年 你會不會關心你以後住在哪裡呢?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這一世人幾十年 都會覺得幾長 幾十年幾長 如果幾百年更加長 幾百年就是什麼時候呢? 由中世紀到現在 很久啊 中世紀 中世紀那時候沒有電 從那時候沒有什麼 這些電器什麼都沒有 從那時候到現在幾百年 好了 如果幾千年在人類開始的時候 神創作亞當夏娃的時候 從現在 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都說很長 但是在永恆 是億億億億萬年 都未是進入 都未是完的 是永遠沒有得完的 所以呢 我們會不會關心 你億億萬年 無限年 在天堂因為地獄呢? 如果享受神 每天都這麼開心 享受神 神的愛這麼大 真的有個神 是這麼愛我們的 還是你不介意去地獄呢? 有些人都說 我不介意去地獄 不是,他不會這麼說的 他不會 他沒有想過 其實人都會關心自己 到底是否去到天堂 所以你會不會關心 所以這也是一個 我們可以在傳福音的時候的對話 好了 那這個經歷 有些人就說 喂 這個聖經有沒有說 但聖經有說 《王記上》第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節 那裡講到 以利亞為了一個小朋友祈禱 他就求神將他的靈魂再一次回到他身體裡面 從後來神已經找他 這個小孩的靈魂仍然進入他身體 所以聖經是有說這件事 不是聖經以外的經歷 是聖經裡面也有這個經歷 這個人已經死了 靈魂進回去 所以現在的急救 也是其實在做這件事 那些人的靈魂就回來 真的能夠生回 那千萬人有這個經歷 而能夠說出這些經歷 網上有很多見證 還有有書 很多的書有說這件事 但他們因為不相信人真的死了 他不想真的說人死了 所以他就不是說 After Death Experience 他不是說死後的經歷 他是說 Near Death Experience 憑死經歷 其實是真的死了 因為心臟停了 腦電波什麼都沒有了 而且是很長時間的 有些是幾個小時 甚至有三天都有 這麼長的時間 根本一定死了 怎麼會是憑死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 只是說憑死 你上網找 憑死經歷 或者Near Death Experience 你會見到很多 證明人死了 不是結束 也有很多人去過天堂 譬如這個小朋友 右邊的小朋友 他那本書叫做 《天堂是真的》 他去到天堂 那時候是小朋友 有很嚴重的身體毛病 然後死了 他死了回來 有一天 走路的時候 忽然說 我那個姐姐 他媽媽說 你是不是有個姐姐 他說不是那個 是有另一個 他說哪一個 在你的懷中 死了那個嬰兒 那個姐姐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在天堂的時候 我見到他 他經常抱我 他經常抱我 因為他是一個小朋友 他不是那麼喜歡 他姐姐經常抱他 他經常抱我 說出這個情況 他本來不知道 另一個 他說出他的太爺 曾祖父 他就說 太爺見到我 就說到 怎樣和我爸 怎樣去玩 去釣魚 去做不同的活動 說出他小時候的活動出來 並且他家人 把照片拿出來 他認得回 這個就是太爺 小時候 他是從來沒有見過太爺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而我自己 在網上Youtube 找葉牧師 有一個播放清單 就是王全道 三脈王全道 他是周時祈禱上天堂 他是很長時間 三個小時 有一段時間 四個小時 等候神 跪在那裡 我曾經去探望他 我也和他一起等候神 他就真的在那裡跪 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 在那裡等候神 然後他等候神的開始 神就釋放他裡面 很多的憂傷 很多的傷害 但是經過一年之後 有一天 耶穌向他顯然 他說現在我帶你上天堂 然後就開始周時上天堂 他上天堂 我聽到他這個經歷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準備離開 我就再次回去 我說請你約定那三個家庭 我想訪問他們 攝錄他們 我已經放在網上 現在攝錄那些影片 這三個家庭說什麼呢 第一個家庭說 那個丈夫死了 上了天堂 上了天堂 王全道看到他 那個死的基督徒就跟他說 他說 你告訴我太太太 記得多些祈禱 多些侍奉神 然後他就跟王全道說 他說 其實你媽媽很欣賞你的 因為王全道覺得他媽媽不太欣賞 因為他媽媽不太說 他欣賞他的 他說他很欣賞你讀書 讀得這麼厲害 他是有學士學位的 他說他經常跟我們兩夫婦 講關於你的 我跟著就問 他自己回去就問那個太太 問他媽媽是不是有這件事 他們都證實有這件事 我也去訪問他們兩個人 另外一個 就是有一個基督徒 快要死了 他家人立刻打電話 叫王全道來 王全道去到醫院 他已經死了 他就祈禱 一祈禱 就見到他出現 又見到兩個天使在他旁邊 然後這個人就跟他說 他說 我很開心 你告訴我家人不要哭 我很開心 我現在開心得不得了 第二件事他跟他說 他說 跟我的女兒說 我很滿意你的婚姻 王全道就告訴他 說不要哭 他現在很開心 然後就告訴他女兒 你爸爸說 他很欣賞你的婚姻 那女兒就說 你一定是見到他 因為這句話是他跟家人說的 你是外人根本不知道的 就是他能夠說出這件事 還有後來 下一次上天台見到他 很多生果吃 聖經有說到生命樹 很多生果吃 那他就吃得很開心 然後呢 他就說 你給我活一千年 我都不會回到世界上 然後他就告訴他女兒 那女兒就說 這句話就是他經常都說的 他經常都說 你給我活一千年 我都不會做這件事 我不會做那件事 是他的口頭禪 即是說 他真的看到這兩個人在天堂 另外第三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耶穌跟他說 你的祖先殺了很多人 那他就回來問他媽媽 我祖先誰殺了很多人 因為普通人很少殺了很多人 你殺一個人 很嚴重殺了很多人 原來他太爺是一個漢奸 在日本打仗的時候 給他一支槍 他就周時晚上出去 又不知道去打劫 去偷錢 強姦 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所以他曾經殺過很多人 我亦都問他媽媽 這些全部都在影片裏面有的 所以真的有這些不同 去天堂的經歷 讓我們知道 真的有天堂 亦都很多人 形容天堂是非常美好 非常充滿愛的 另外有人 亦都很多人去地獄 左手邊那個 有人去地獄 23分鐘的見證 在我的影片裏面有的 我是在網上看這個影片 接著我將他加了中文字幕 加了中文字幕之後 他們那個機構 就把我的影片都放在他那裡 即是他有中文字幕 可以讓那些中國人看得到 這是一個基督徒來的 但是神讓他落地獄那裡 經歷一下地獄 還有也有不同的人 落地獄 形容那種地獄的情況 其中一個醫生 他就這樣說 有一個醫生他落地獄的 他說到臨死的時候 是很難有無神論者的 他臨死的時候就在想 會不會那些基督徒說的 天堂地獄是真的呢 他的心就很擔心了 他就 他在什麼時候開始祈禱 我不清楚 總之他是有祈求神的 可以救他 但是他當時說 他在一個極度的恐怖 和黑暗的狀況 他就想回到他小時候 怎樣聽到聖經裡面的那些故事 那些唱的詩歌 神就讓他回來 但是他形容 死了是當你沒有耶穌的時候 是非常之恐怖 非常之痛苦的 那下一點 聖經的科學證據 俄恩斯坦這句說話 大家可以網上看得到的 下面那裏 The more I study science The more I believe in God 即我越研究科學 我就越相信神 這裏是告訴我們 原來科學家都看到 這個世界是充滿證據 讓我們知道有神創造的 而聖經也是很特別的經文 若白記26章7節 神將北極鋪在空中 將大地圓在虛空 從來的古代文件 和宗教的文件 都說地是在平的 但唯獨聖經就說 圓掛在虛空 為何地會在虛空呢 這就是唯有神創造 地會圍著太陽轉 所以才是圓掛在虛空 並且以賽書40章22節 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 即地球不是一個四方形 是一個球體 另外若白記38章35節 你能否發出閃電 對祂講話 對祂講話 我們在者女 因為以前是沒有家裡的電 但有閃電 閃電和我們家裡的電 和手機的電 是一樣的 不過很強的意思 很多時候閃電 我們用電 就可以傳訊式告訴別人 我們老了樓下 你在哪裏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溝通 但幾千年前是沒有這件事的 怎會用電話給人聽 我在這裏 所以這句說話 很明顯是神知道將來有手機 或者是電報 另一個方法就是電報 電報通常不會說去哪裏街 而是我去到哪個城市 電報是發出時間收到的 但手機我們隨時收到 很多時候人都說 我來到樓下 你在哪裏 這些都是神已經一早知道的 另外第四點 就是聖經詳細和準確的語言 就是聖經裡面有很詳細的準確語言 如果你覺得那個人 可能不會明白 你就可以不用這些經文 但這些經文 你可以簡單地說 譬如詩篇二十二篇 十四節開始說到 這裏我就解釋 但你不用一定要詳細解釋 不過你知道這裏聖經有說到 形容釘十字架的情況 是非常清楚的 它說我好像水被倒出來 因為釘十字架的血流出來 真的好像水倒出來 骨頭突出出來 因為整個人吊在那裏 那些膠子好像會掉下來 我的心在我裏面如蠟融化 即是說好像越來越沒有力 如果大家試過完全沒有東西吃 或者累得不得了 走了很遠很遠 或者你本身的心臟很弱 你會發覺好像沒有力 想暈眩 心臟好像溶化一樣 這個狀況 然後精力枯乾 整個人沒有力量 好像瓦片一樣乾了 舌頭貼在牙床上 因為口很乾 所以口很乾 所以變得難說話 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大衛寫這個詩篇 用了我字 但大衛從來沒有被殺死過 他一定在祈禱的時候 經歷到耶穌的經歷 所以他能夠說 我 他們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他真的經歷到耶穌 但寫這個詩篇 可能周圍的人會說 可能會這樣想 大衛王 你今次寫這個詩篇 好像有點奇怪 22詩篇、22篇 我們都很明白 又說我目者 但又說我死了 骨頭又掉了 心又好像蠟融化 還讓惡人圍著你 刺穿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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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透你的手和腳 即是抽籤 何時有這些發生 可能人們都會這樣想 大衛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為何你詩邊寫這樣 但這是神給他的經歷 他就照樣寫出來 按照當時的人 可能一點都不明白什麼 但這就是預言到耶穌會釘十字架 很清楚的 預言到大衛的後裔 因為聖經說到 耶穌一個稱呼就是 他是大衛的後裔 所以他是用一個第一身來形容耶穌的經歷 但是很特別的地方 當大衛主前一千年預言的時候 當時是沒有釘十字架的刑罰 沒有這個存在的 是過了四百多年之後 波斯人才開始釘十字架 所以神已經知道將來有釘十字架 預言到耶穌將來會釘十字架 第二個預言 在下面《達爾利利書》第九章二十五節 就說出命令重新建立耶路撒冷 直到有壽高軍 即是基督的意思 壽高者 有三個身份是壽高者 就是王、先知、祭師 而耶穌三個身份都有 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祂也是先知、祭師、祭物 祂獻上祭物 祂獻上祭物 祂也是神和人中間的中寶 祂是祭師 祂說有基督出現的時候 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即加起來是六十九個七 即是四百八十三年 從出命令重新建立耶路撒 四百五十七年 主前四百五十七年 直到耶穌開始傳道的時候 祂受高的時候 是主後二十六年 總共有四百八十三年 為何不是三十年 為何是二十六年 因為我們這個功力 是應該以耶穌出生的時候 開始計算 不過這個修士 當祂計算時間 計錯了幾年 所以耶穌出生的時間 應該是主前四年、五年左右 所以祂開始傳道 大約是主後二十六年 由出命令 主前四百五十七年的時候 到基督受高的時候 就是約翰為祂施洗的時候 是有四百八十三年 即是聖經說定祂的時間 並且接著二十六節就說到 這個受高者會被殺 被殺之後 有一皇的民來毀滅這個城 就是耶路撒冷和聖所 一直有洪水和打仗 一直到底 這件事真的應驗 在主後七十年 耶穌被釘後 在同一世代 耶路撒冷就被毀滅了 一直都在打仗 那些猶太人被趕散到周圍的地方 他回來之後 依然經常都不太平 經常都… 最近我們聽到有以色列人被殺 總之跟巴勒斯坦人 經常都有戰爭 中東很多人都很想去 將以色列毀滅 這也是一個 世界上的勢力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聖經語言 我簡單說出來 以上就說到 神是愛和神的證據 以下就說到救恩 神的慈愛 祂多愛我們 和一個很偉大的救恩 而明白救恩 我們需要明白神兩個主要聖情 一個就是祂慈愛 很慈愛 極度接立我們 關心我們 愛我們 所以不想我們沉淪 祂看到我們沉淪 祂是很傷心的 但同時祂是很聖結公義 祂有罪一定不能夠當作無罪 祂一定要審判 一定要懲罰那些有罪的人 而我們每個都有罪 有生氣人 說謊 想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有淫念 有任何的污衛 貪錢 偷錢 全部這些都將來要審的 我們講人的閒話 我們每一句說的話 將來全部要審出來 還有我們心中想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想過很多不好的東西 全部要供出來 所以 神是很聖結 因為祂聖結也很美麗 我要明白一點 天堂是沒有罪的 所以很美麗 那些人充滿愛 天堂沒有人生氣 沒有人不開心 每個人都很開心 每個人都給予相愛 所以沒有罪是很美的 神就是沒有罪 但祂不能夠忍受罪 祂看到罪好像有什麼感覺 不知你有沒有去過那些極度恐怖的廁所 周圍都是大便在旁邊 你要踩正一個位置 稍為乾淨一點 然後你要盡快完成 就快點出去 可能你忍著氣 快點快點出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周圍都是蜂飛來飛去 那些蜂的腳都黏了什麼 你可以想像到 那些蜂的腳都黏了什麼 你在這樣的情況 你是一定很快想離開的 神看到罪就有這樣的感覺 祂是受不了 因為神是很聖結 很充滿美善的 任何的污衛 任何不好的東西 祂不能夠忍受 祂不能夠忍受 祂又愛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祂差英 祂獨生兒子 因為祂是無罪的 成為一個人來到世界上 為我們釘死來受罰 譬如我們要罰款 譬如罰款一百萬付不起 但有一個人說 我替你出去 你付了一百萬 然後你可以放牢 同樣耶穌為我們付了這個代價 所以我們信靠耶穌可以百百得救 這是很大的禮物 所以希望我們說 耶穌有這麼大的恩典 我們明白 因為神的聖結 所以祂不能夠這樣說 算了放了你了 有些人就這樣說 他說 如果神這麼愛愛 為何世界還有災難 就是因為人們不聽神話 犯罪 所以有這麼多災難 現在越來越多 我們剛剛看新聞說 今次是百年一遇的水災 我想告訴大家 你會發現不是百年一遇 是年年多遇 今年已經看到很多地方在水災 這個世界是不斷不斷有不同的災難 因為耶穌發育回來 神真的很愛愛 很關心 很關心每一個 無論我們有什麼狀況 多麼不好 多麼有罪 神都一樣愛我們 而耶穌就是代我們受了罪的懲罰 能夠叫我們百百得救 而我們的心中有很多污衛 人總是有很多罪的 會低沉 低沉都是罪 因為不信神 不信神會祝福 神會幫助 所以會煩惱 不開心 或者生氣人 看小人 愛錢 或者說惡毒的說話 驕傲 說閒話 任何一句閒話 都要審判 或者懶惰 或者情慾淫念 這些都是罪 而聖先說 罪的功架乃是死 那個死不是這樣死了 很多人以為死了就解決 其實很多人 他們 譬如經濟問題 或者家庭問題 失戀 然後跳樓 以為跳樓便沒事 誰知道他不知道 是很慘 更加慘 將來更加慘 所以這個功架就是一個永遠的罪的懲罰 這三個經文就是世人都犯了罪 我們個個都有罪 不是世人都犯了法 不是個個都犯法 但是世人都犯了各樣的深思言語行為的罪 然後《耶利米書》十七章九節 《人心比萬物都鬼詐》 我們個個都試過曾經有說謊 怎麼想呢 說謊 別人聽了之後都以為我們說真話 這些都是我們曾經有過的鬼詐 怎樣呢 哄人做一些我們想去做的事 這些都是我們人的鬼詐 然後《羅馬書》六章二十三節 因為罪的功架乃是死 這個是說到永死 但是神的恩賜在基督耶穌裡面 乃是永生 這是很大的禮物 那麼我們怎樣得救呢 第一就是認罪 我們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是公義的 必要卸免我們的罪 洗淨或一切的不義 但是認罪不是口頭認 是真的有憂傷痛悔的心 神必定不輕看的 而我形容 神的卸罪很像電燈 當你開電燈制的時候 電燈一定會開的 他不會有一天說 我今天沒什麼心情 我不會開燈給你了 你這麼極他都開不了 不會的 電燈是會跟從 電的規則 同樣神會跟從 他自己立的規則 他的應許 你認罪 真心認罪 為罪痛苦痛悔 神就一定接立 一定赦免的 這是神的特質 他一定跟從他的應許 所以你 你會說神 我愛你 你為我預備 我想都想不到的恩 你就祝福這句話 神一定會照做的 神不會說 人人都可以 不過你便不行 你以前衰得太厲害 所以你就沒有好事 你以後都是這樣受苦的 神不會這樣做的 神一定會祝福 很多人本身有很多問題 怎知道信耶穌之後 聽耶穌的話 不只是信耶穌 愛耶穌 神就大大祝福他 而說到信耶穌 很多人都以為 我信 好像我們都信有南極、北極 信有非洲 不過你信不信有 南極、北極和非洲 跟我們日常生活是沒有關係的 很多人信耶穌是怎樣 有個耶穌在天上 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呢 那種不是叫真信耶穌 信耶穌是甚麼呢 是接待祂入我們的心 做我們的救主和主人 就是我需要耶穌 即是拔著耶穌 耶穌我需要你 我拔著你 你赦免我救我 千萬不要去地獄 你救我去天堂 教我跟從你 接待耶穌做我們的救主和主人 神啊 你說甚麼 我就聽你說 我信靠你做救主 你是我的主人 我聽從你的說話 我們就是神的兒女 在神的懷中 神就歡喜我們了 而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也為祂歡喜 所以我們告訴祂 你悔改 神就為祂歡喜 整個天堂 哇 開心得不得了 一起笑 一起拍掌 當一個罪人悔改 你悔改的時候 神就為祂歡喜 所以當我們悔改 信靠耶穌的救恩 我們就可以得救了 一個簡短的信主的討告 我們一起讀一下 這個簡短的信主的討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把的字 做到的字 因為講廣東話 是個的字 親愛的天父 我感謝耶穌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沒有真心敬拜和遵從你 求你拯救我的靈魂 將永生賜給我 我願意親近你 愛你 遵從你 侍奉你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愛耶穌 我可以帶他信耶穌的祈禱 去信耶穌的祈禱 祈禱 应该比较详细,我们一起读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你创造了我 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我一切罪的惩罚,由差遣圣灵感动我 我深知我犯罪得罪你,我真心为我的罪痛悔 我曾经说大话,骂人,得罪人,不要恕人 说闲话,贪心,自私,没有真心敬拜和遵从你 求你赦免我的罪,拯救我的灵魂,将永生赐给我 我愿意亲近你,爱你,遵从你,侍奉你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个是比较详细的,就会带他认不同的罪 也都知道罪的破坏性 不要说我求主赦免我某些罪,不过这些罪我就不行了 偷东西我不偷的了,不过我看色情片这件事很难的 这件事你不要叫我改,我不能改的 我说人行话这件事太难了 我发脾气那件事太难了,这些我不改了 圣经说到,犯罪是可以不能承受神的国 在罪中加勒太书五章十九到十一节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就求主赦免 他说我没有力,我们知道罪的可怕性 就求主加力给你,求主给力量 你刻意的处理对付 那神给我的意念是怎样呢? 一有罪的意念,就知道他的破坏性 立刻说我犯罪更加严重的后果 我就求主帮我离开这些罪了 那就是选择不去生气人 选择去遥恕人,去祝福人 那我们也可以邀请他 你想不想我说你祷告,按手祷告 按手祷告可以带来这些祝福的 什么祝福呢? 帮助人经历神的本性 就是他的平安、兴省、喜乐、爱能力 神的本性我们可以经历过 按手祈祷,或者投入的祈祷 会觉得愈来愈平安、兴省、喜乐、爱 第二,带来心灵的安慰 重担释放,以及睡得更加好 就是心灵的医治 第三,亦可以身体上有健康和得医治 但我们不能单每一个人得医治 因为这是神的主权 譬如保罗初次传呼喊去加勒泰 都是因为他有病 提摩泰类似患病 以巴弗提病到差不多死 特罗非摩亦有病 这都是保罗和他的同工 即是说神可以医治是真实的 不过也有时我们不知为什么 依然很爱神的人,一样可以有病 但是神可以令人更加舒服 或者真的医好病 我们真的祈祷有人医好 但也有些人不是医好 我们就亲近神 越亲近神,身体越来越改善 这是最好的 到底神有多少程度医治呢? 这是放在神的手中 第四 也都让人知道 当他经历圣灵 让他知道神很真实 譬如我们越经历圣灵 我一祈祷 即时的喜乐就涌流 即时感受神的能力 就让他知道神很真实 就建立和神的关系了 而下面两个经文都说到 按手祷告 是可以带来祝福的 《使徒人传》28章8节讲到 按手就在他头上医好他 这是保罗 接着《使徒人传》8章17节 就是试图按手在他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这是撒玛利亚的信徒 这里讲到 圣经又讲到按手祈祷 在《马可福音16章》也讲到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我们邀请他 你想不为你按手祷告 祝福你 首先我们自己处理好生命 才为人按手祷告 好了 那你相信耶稣 如何跟从耶稣呢 以及得到神的祝福呢 有四样主要的 我们应该做的 第一就是 多些祷告爱慕神 祷告不是只有 有些人祈祷 神快点帮我 快点找一份工作 快点赚多点钱 快点娶老婆 快点生儿子 什么什么 总是祈求 这样的祈祷 圣经说 其实不要用重复话来祈求 以为话多了必梦谁听 反而圣经说到 天上不断赞美神 诗篇里面 整天都赞美神 所以我们多些是赞美神 爱神 这里讲到 祈祷应该做什么 悔改认罪 离开罪 求主赦免 信靠耶稣 又感谢赞美神 爱慕祂 也都相信 神好喜悦 我们亲近祂 祈祷会祝福我们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祈祷的时候 我相信神很欢喜 因为圣经说了 我们亲近祂 一定亲近我们 我们有多结果子 祂一定回应 所以我一直祈祷 一直相信 神现在很开心 神正在祝福我 那人就更加 有力量 有些人就这样 祈祷神快点帮我吧 哎呀我很烦 哎呀很烦很烦 为什么奇极都也是烦呢 神快点帮我吧帮我吧 因为他一直想的问题 他就越来越烦 但是他越来越想 神很开心的 因为圣经说到 我们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就是我们一亲近神 遵从神 神就喜欢的 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 我们一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第二呢就应该多读圣经 思想和应用圣经 不是只是读 是应用出来的 第三呢 参加教会 认识神 和祝拜神 第四呢 就遵从神 和帮助人 认识耶稣的救恩 当然我们传福的时候 就和他解释清楚 不过你未必 整个power point都用的 你可以跳的 可以选一些 你想用的slide 好了 圣经说我们可以得到 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是什么呢 更加有平安喜乐 神更加祝福我们生命 有封诚的生命 更加有从神而来的力量 更加有健康 和生命可以发挥 生命给神使用 有聪明智慧 和生命去到一个 更高的层次 因为圣经也有讲到 这些进入神的计划里面 神的旨意 讲了很多前书二章九字 就是爱神的人 神就为他预备 眼睛未曾体见 耳朵未曾听 而人心未曾想到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会给你的 我自己经历很多神的很大礼物 很多的神 越爱神就越多经历 马太六章33节就是 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一切就加给我们了 就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就是想多些人信耶稣 传福音给他们听 也都为他们祈祷求神拯救他们 也都另一个意思 求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国 让神在我心中掌权 神说你去传福音 我就传福音 神说要遥恕他 我们就遥恕他 这个就是神掌权 这个就是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就是遵从神的律法就是义 我遵从神 我们先求神的国 想多些人信耶稣 和耶稣华士 和遵从神 这一切就加给你了 神就祝福我们了 当然不代表我们不用做工 我们一样是做工的 但是神就会祝福我们做工的时候 更有智慧 和神会为我们预备好的工作 接着路加十一章28节就讲到 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就有福了 遵从神 和以神为乐 经常都算 神这么多好处 这么多恩典 所以我就开心了 神是我开心的来源 有神真的好了 神就叫我们成价地的高处 和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那我们怎么有动力 去亲近神、遵从神呢 就是神充满爱和大能 一切在他手中的 神很爱我们 而我们爱神、亲近神、遵从神 是奉神一定蒙福 而犯罪不听从神说 一定有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恐怕 你祝福得更加厉害 神是掌权的 那你想不想 神祝福你呢 神话事 祂想给你好东西 一定给到你的 我真的很多很多见证的 神为我预备很多东西 我们上台作见证的那些人都经常说到神如何祝福 你听神话 大家看到这些影片我放在网上都可以用这个二维码 导致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PDF 大家可以使用来到下载这个手机 救一个灵魂 是一样非常神喜悦的事 一杯凉水 神都喜欢 一杯凉水 你救到这个人脱离地狱 你说神多欢喜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去关心人传人福音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给我们动力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神多谢你给我们用这个方法 我们今时今日有手机 我们可以有一些文字档 有些图画的档案 以前真的没有的 以前真的要自己画的 但我们今天可以在手机里面有这些图画档案 可以用来传福音 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求主帮助我们使用 帮助我们发挥生命 去拯救灵魂 因为任何一个灵魂都是宝贵 他们都是非常宝贵的 他们能够去到天堂得到祝福 是神好喜悦的 他们都一个人得救 他们会带他周围的人去信耶稣 所以我们带一个人信耶稣 其实不止带一个 是带很多人信耶稣 求主帮我们珍惜我们有的机会 赐给我们动力 譬如给我们信心 耶稣一定陪陪我们 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 耶稣说到的说话就是 收我们没有劳苦的庄价 别人劳苦 我们收他的庄价 收这个劳苦的果效 别人就是谁 就是神 神劳苦 我们就收神劳苦得来的庄价 求主祝福我们 在这一阵子 我想请大家想一想 有谁想向他传福音 想用这个方法 你自己就开声为这个人祈祷 神啊 祝福这个人 你就提名 祝福这个人 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或者其他工具 向他传福音 有时可能 你不一定整个福音都说完 你就说些少 神如何可以安慰你 你就开声求神去祝福这个人 我给大家少许的时间 求神使用我们 联敏他们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求主祢使用我们的生命 祝福他们 大家跟着我去宣告 亲爱天父 你是全能的 你是怜悯人的 你很想拯救他们 求主祝福我为这个祷告的人 感动他的心 软化他的心 叫他愿意听福音 愿意信靠耶稣 求主改变他 更新他 拯救他 赐给我聪明智慧 和胆量 去传扬福音 神与我同在 使用我的生命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喜悦我去拯救灵魂 神加力给我的 神与我同在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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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